TankYip也有问过,之前发过盈起的另一个是航运股就是1919 这个就是简直的问题 发完盈起之后,股价最近就回回 他就说他13元买入的,怎么看? 如果在13元买入,其实都算一个不错的 昨天股价就下跌,50天线13.74元,停了 今天应该如无以后,有点反弹 我觉得你可以继续保持,希望能够上去 起码在看目标,可能去14元多 甚至希望去15元自己赚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市况再穿,或者短期再急插 机会也未必太大 这个股份我也持有,我先申报一下 所以我也继续在等,希望有些 就是当获利的沽压开始减退 不排除真的有些人会进去闹 因为其实始终你整个熊运股 去到今天这个地步 其实整个行业,但供不应求仍然未解决 就是刚才所说的两个原因 就是很多的需求突然一下子急升 而供应,你知道船不是说 你要船,我接价给你 不是这样的,就是你生产需时 新船的供应也是需时的 你要突然间满足这么大的需求量很难 所以其实去到尤其下半年,第三季开始 是全行环球的行业 产业的增长高峰期 因为我们要去应付聖诞零售的旺季 很多工厂、原材进入或者输出的产品 其实都是第三季进行 所以其实这个旺季来说 运费一定都高跌一下 所以其实行业的前景 刚才我们担心,上半年有些行业可能会放门 即是下半年,但行业未必是这个情况 下半年可能会继续去好境 所以我建议这位观众 不妨继续等一等 赚多一点点理想 我们下期再见